寿山動物園如果要請陳其邁市長出場 也是剛好而已啊 市長能夠關注到動物園 我們當然就很感恩 而且更訝異的是 當我們同仁真的就是放冷戒說 可不可以支持經費的時候 市長也是泰然就說OK 而且據我的了解 還真的邊境113年了 預算也好 前一陣子有許博剪製的這支影片 讓他破了合約在影片上面 請問員方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其實以動物園來說 當然為了推動野生動寶玉 就是希望廣結善緣 也希望社會上能夠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許博剪製當然不可否認 他尤其在年輕人的族群裡面 是非常知名的網紅 不僅是認真 同時他也會有動物園同仁 我們有時候在行政體系裡久了 就不會能夠那麼有創意 動物園方面 我們必須也要內部彼此說服 可能在我們自己的研究人員的角度思考 都會覺得說我幹嘛去配合 那又額外的花很多力氣 甚至可能我們對於動物的知識 為什麼只給他不給別人 等等的考慮 聲音通通都有 跟許博剪製的合作這個案子上 我們是建立了 只要點閱率夠高 必須對我們的動物認養 也就是為動物保育的區塊 能夠有貢獻度 當然我們也理解 而且要經營一個YouTube 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市長能夠關注到動物園 我們當然就很感恩 而且更訝異的是 市長還蠻熱情 而且真誠活潑的 當我們同仁真的就是放冷見說 可不可以支持經費的時候 市長也是泰然就說OK 而且據我的瞭解 還真的邊境113年的預算裡頭 所以我想任何一個機關 在掌握自己的機會的時候 應該也不是什麼過錯吧 就是說 其實之前有很多長官來 那也不見得來參加我們活動 就能夠做出這樣的保證 同時履行他的諾言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同仁也是在觀察 蔣市長來當來賓這件事情 是我們自己主動去邀請的嗎 如果今天在動物園同仁的想像當中 能夠有長官來一起幫忙宣導 當然對我們推行我們的業務 理論上是有幫助的對不對 那當然也不是每一位長官 都能那麼吸引觀眾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蔣市長在這部分 表現得很不錯很好 那當然這個動物園的起心動念 根本就跟政治完全無關 壽山動物園如果要請陳其邁市長出場 也是剛好而已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其實在起心動念去看腳本 然後甚至腳本上總要有一個 能跟我們同仁互動的角色的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並沒有排除任何的想像 來吧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